102这一体最主要的是练习切切半的部分 护胶画圆的指令点上一点 然后呢输入一个denter123.5 护胶画线的指令抓四分圆点 直线画起来之后呢必须要做到等分 我假设你那边点形式没有设定哦 所以告诉你点形式在这边设定 好的的话呢我们做等分 会自里面的点里面的等分选它9等分 好这边好了之后呢我们就点上 用测点功能来做点它 滑鼠按右键把它改变成比例 改变成比例之后呢我们输入一个c多重 但是呢你这边呢要更改它的参考 所以输入一个r 刚刚那一点点一次 然后它的最大点再点一次 接着下来呢都是抓单点 所以呢物件锁点这边啊我们更改一下 它的设定哦我把单点的部分加进来 单点好确定好的的话呢你就可以在这边啊抓抓抓抓抓 好这边好了之后呢再来我们来看 我把画面拉近一点 等分的部分这边我先把它删掉 去掉了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的是它这边啊告诉我们这个的半径是5.816个 所以两边嘛那第一个是在这一边 所以我呼叫化圆的指令 切切半好相切相切半径好 切一切二然后给半径半径是5.85.8按enter 第一个好的之后呢接着下来记得滑鼠按右键会比较快 重复刚刚那一个切的时候特别留意 你不要切错了直接按enter就好了 为什么呢因为5.8刚刚就已经给了滑鼠按右键 重复 enter 滑鼠按右键 好这边这一个好的之后呢稍微留意一下修剪的指令啊 呼叫修剪的指令 把这一个范围选起来 然后呢把这一边剪掉 虽然这一边还有待会呢我们另外来做这一边的部分 好 这里好了之后呢接着下来也是一样这一边 好这一边一样不叫修剪的指令 选范围 这个范围你可以全部选 好然后把这一边都去掉 好然后把这一边都去掉 这里 首先第一个呢它这一边有一个圆 好这边有一个第二个 这边有一个圆 刚刚其实是可以不用完全修剪到修剪掉 但是呢我是另外画 呼叫画圆的指令 抓这一边这一个的湖的圆形 这一个 抓 然后呢第二点的部分 抓这边任意的 端点都可以 好因为只是要把这一个再补起来而已 呼叫画线的指令 这一边好 好好的的话呢 这一边有一个 再一个 好这边呢有一个 一一二三四 第四个 好我呼叫画圆的指令 抓点功能 抓圆形 然后随意的抓这一边的端点 好 补起来之后呢 一样呼叫修剪的指令 这一个 剪掉一半 这一边为了要画这一边这个圆 跟这一边这个圆 好所以呢要把它补起来 你也可以这么做了 呼叫延伸的指令 直接让它延伸回来 好 这样的话也可以 其实这一边可以不用也无所谓 然后我们呼叫画圆的指令 绘图圆 两点画圆 一个 滑鼠按右键 重复 好呼叫修剪的指令 选这一边 点这里 把不要的刚刚辅助的再把它删回去 这个要不要这个不用 这个要不要 这个是到这一边 好 修剪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 好 这边这一个就好了 剩下的呢 剩下的呢 是进射完了之后 这一个再来画 好 好 这边这一个也没有 我把它修剪掉 选这一个 跟 这个 好 我把画面推一下 接着下来呢 这一边 做旋转 我们呼叫旋转的指令 RO 选这一半 结束 抓 圆心 点 记得输入一个C 复制 好 旋转180度 180 好 这样的话呢 这一边就起来了 好的的话呢 两点画圆 绘图圆 两点 好 这一边画好了之后呢 这一条线暂时保留 因为 或许 待会查询的时候会用到 不需要的时候再把它删掉 接着下来我们就做查询动作 首先第一题的部分 第一题啊 他问我们 中心点A 到B的距离 我们先找A A是一二 第二个 查距离的 压下去 查距离 一二 第二个 的圆心A 然后 到 中心点B 一二三 一二三是这里